中国自东汉以来 魏晋至南部朝期间 根据记载有三次的灭佛活动 请问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当时佛教界过于富裕 导致于民间贫富悬殊 或因出家人本身不仅的 还是当朝同志者本身的问题所致 这一桩事情在佛教里面 是众所周知的三无灭法 但是时间都很短 大概是两三年呢 佛法又重新被肯定 就佛新起来了 在中国 这是非常好的教训 那么问这个 要问这个原因 这是说于思想上的 形象上的 那么说是佛教过于富裕 导致跟民间的问题 我想这个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 佛门 这个 供养有多的话了 没有不照顾人民的 这个是 释迦牟尼佛跟列代的祖师 不但常常教导后人 他自己本身呢 就是这样做法 我们看近代 英光大使 你看看他的传记 他在晚年出名了 这是高僧大的 所以皈依供养的人 就太多了 那么他把这一情 他没有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 完全用来做工业慈善事业 但是他最主要的是宣传佛法 所以他办了一个洪化室 就是一个佛经流通处 苏州的洪化室 印的这些经论 善术 印族不仅是 着重佛法 对儒根道 他都非常关怀 你看他的文钞 几乎 这个儒占很大分量的贫富 为什么呢 那是学佛的基础 这个诸位也一定要懂得 如道纵然跟佛有戒信 佛跟如道没有戒信 这是学佛同学一定要知道的 什么原因呢 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 不学小臣 这是佛讲得很清楚的 佛学佛不可以列腾 像读书一样 要循序就班 逐渐慢慢向上提升 所以佛讲 不先学小臣 后学大臣 非佛弟子 这话说得很重啊 所以小臣 我们中国翻译的相当完整 现在大臣经里面的四阿汗 跟南传巴黎文的经典的时候 分量几乎是相等 翻译的很完美 但是唐朝中叶之后呢 小臣两个宗派就帅了 现在没有了 宗以后又没有了 陈世宗 居舍宗 这两宗都没有了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词 那么中国有没有 在奉行释迦牟尼佛的教会呢 有 中国人用儒 用道代替了 所以儒跟 儒这个道啊 跟佛的关系就非常密切 那我们禁宗还有很美好的典故 呼吸三笑啊 很多人都知道 这是禁宗宗粗族惠元大使 在庐山建立东宁念佛堂 那时候陶渊民世宿 陆道长代表是道 这三个人关系非常好朋友 他们两个上山访问 聊天 这个员工大使送行 那个时候他们得借着呼吸 呼吸是借先 送客都不过呼吸的 结果聊了忘掉了 就过了桥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 今天会员大使破戒了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 这个辱世道的关系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实在讲 在老子 在孔子 跟释迦牟尼佛 决定没有界限 凡是出了问题 这些都是后人 后人为什么出了界限呢 不通啊 不通就有蒙虎之间 我比你高 你不如我 这个是自古以来所谓的是 文人相亲的 矛盾从这个地方发生的 真正学通了 学明白了 知道谁也讲 彼此互相尊敬 互相标榜 这是正确的 像佛在华言 五十三餐里面 告诉我们的 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 每个人学的法门不一样 但是对外呢 都自己谦虚 尊重别人 这是正确的 与中国的离相复 离自卑而尊人了 这才是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就再修得再好啊 也得要谦卑一点 那我们看天主教 你看这个玫瑰金 是天主教的招募扩颂 他社武端里面 第一端 讲那种 圣母玛利亚的谦卑 把谦卑摆在地 我们佛法里面 也是一样的 你看普遍十月 第二 离尽诸佛 你不谦卑 你怎么能离尽 离尽就是自卿而尊人 所以这个要知道 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应该不会 我们在这些年来 是在家就是在海外 国内有灾难 我们也全心全力援助 没有说是听到有灾难的 无动于衷的 没有这个事情 真正说佛的 不会 那么第二呢 或因出家人本身不坚田 这个也有可能 但这是少数 绝对不是多数 出家人本身不坚田 这是晚禁 晚禁变成多数 把佛教形象破坏了 不再学习经教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灭度的时候 就故事的时候 交给往后弟子的 这个四义法了 说得好啊 我们如果能记住 你就不会迷信 就不会盲从 这佛在世 我们依佛了 依靠佛了 佛不在世依靠什么呢 佛说了 依教不依人 叫什么经典啊 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老老实实 依教奉行就对了 别人教我们 他所教的 有没有经典依据 没有经典依据 如果说是不如理 不如乏 不合情的 我们可以拒绝 可以不听他的 当然这是佛教到我们 你看第二个叫 依依不依语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佛经到中国来 你看都是翻译过来的 从凡文翻译过来的 一个凡文原本 很多人翻译 里头文字不同 那到底哪个正确 哪个有问题呢 佛这句话说的好 我们依他的意思 语言没关系 多说一句少说一句 有什么关系呢 随便怎么说 只要说的是一个意思 就好了 这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化解了 所以你想 金刚经流通的最广的 一个本子 六种翻译 这六个翻译一本 都在《大三经》里面 《无量受尽》十二个翻译一本 是传了七种 现在还有五种 像类似这种情形 非常之多 就是依依不依语 这个意思没错就好 第三个讲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 什么叫了意呢 现在社会用得上的 这叫了意 学了马上就管用 如果现在学了之后 这个社会不适用的 这叫不了意 你看这佛说得多么圆满 最后告诉我们 一致不一识 这是什么 理智 试试感情 学习 要以智慧 以理智 不要感情用识 你跟这说得多好 佛对于后世状况的时候 是撩如之长 那这个我们能信得过 今天末法时代 他老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很多他的遗教 甚至就是对现在这个社会讲的 因为在过去社会的时候 还不可能 为什么呢 历代帝王火发 这高僧 这高僧大德被除 不至于有这些问题 佛教就变成宗教 他本来不是宗教 本来是学术 如是到三家了 不是说三教 说三家了 在从前是三家了 到三教是什么 唐朝 唐朝中叶以后 就有所谓三教了 但是那个教 还是教学 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宗教 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 这个名词是从外国传来的 中国自古以来 没有讲宗教这种名词的 是外来语 我听说从日本传过来的 日本也是 欧洲说传到日本 日本传到中国 所以佛教变成宗教了 应该不超过三百年 总是 这个乾隆时候还没有 总是嘉庆以后 那么佛教本身也成宗教 这个宗教 诸位一定要了解 佛教讲宗 专门讲成宗 教外别传 宗门 除了禅宗之外 其他的宗派都叫教 叫教下 宗门教下 所以简称为宗教 所以他这个宗教 还是本身里面的宗派 宗派的这个称呼 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宗教 是完全不相干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看主要的这个原因 应该是最后者 那个同志者的时候 他的爱好不相同 他不喜欢佛 喜欢道 要把道兴起来 把佛灭掉 这个是 是有这些可能的 叫门户之间太深了 这产生这些极度障碍 总而言之 都是对于宗教研究不够透支 尤其 当前这个社会 这个是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的混乱 将来历史上 我们现在所出生 是大乱之事 几乎全世界的至死人人 很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心 如何消灭冲突 如何恢复世界安定和平 真有人在做话 我过去在澳洲 911时间之后 大学来找我 我也去参与了 就参加了十次 这个国际和平会议 我对这个情形了解很多 真的想做 能不能做的效果呢 不可能 西方人最初 他们的思维 是用镇压 用武力 报复 用这种手段 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 有不少人在反省 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只能增长 怨恨 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 这是现在已经摆在眼前了 然后国呢 从和平 和平开和平会议 和平会议开了三十多年 每一年不知道 花了多少 人力 财力 物力 没效果 我参加了很多次 我在大会里面 也都做出主题 报告 把中国 五千年来 这种 和睦的理念 方法 方法是教训 释迦牟尼佛一生教训 斑斑教训 所以讲近三百余会 那就是扳三百多次的扳 大小三百多次 他老人家一生教学 要用现代人的这个话来讲 释迦牟尼佛 他是一个职业教师 他是这么个身份 现在西方人所讲的多元文化 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他本身的身份 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老师 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 那理念跟孔子一样 有教无类 他不分国籍 不分宗教 不分族群 只要你来 没有不热心教导 教一辈子 现在全世界 所有宗教的活动 释迦牟尼佛一生 从来没有过一次 在今天都没有 他真的是教学 教学的目标 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 明白了 它两个目标 一个是大众化 大众化的目标 是破米开物 历苦的路 这个目标就是解决性问题 所有苦难从哪里来的 从迷惑 你对于这四十真相不了解 不透彻 所以你的想法 看法错误了 于是你的说法 做法也错了 那当然产生苦果 做明白了 你的思想言论行为都正 那所得来的国报是落 这是大众的 对一般的教学 除这个 那对于是有特别天分的 志愿大的 想追求真理的 那就是高等哲学了 那跟你讲什么 讲 宇宙 生命 万法的 四十真相 这就是今天讲是 诸法识相 目的呢 是叫你明心见心 这个高了 见心 在佛教里面 就正得佛果了 所以佛 是佛教里面的 学位的名称 最高的学位 是佛陀 第二个学位 是菩萨 第三个学位 是阿罗汉 像现在学校里 学寺 摄寺 波寺一样 学位名称 与这个神 与神仙 毫不相关 所以佛教说 一切众生 借当成佛 你好好地学 你应当拿到最高学位 所以佛教佛度 博士度 这文化水平高 到底在死地 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